中国的藏牢还在中国人手里 首先呢感谢苍蝇药员的刘准 丛妙给大家搭建这个平台 看了刘准的稿 也特别欣慰 很喜欢 传言就是这次主要是 缠达CKU这个关于标准系列的一个讲座 那就谈谈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CKU这个平台呀 对于我来说 对于可能在座的好多好友来说 是一种空白 但是呢 从照片上 讲述的内容上 大家可能会讨论 他怎么一这样子懂呢 好像是藏狗啊 但我不这么看 因为这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CKU 给大家一个方向 什么健康 还有 他从历史的演变表度 可能有他余悉的一面 这个照片 这个狗是怎么来的 提文对冒 和这个图文对冒上来说 我是吸纳了优点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要走了 来这次会议咱们是马上的信心来的 学习来的 那我走了 我到了 我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报应了 两位老先生讲了 他们有关脏袄的一种历史的描述 咱不说 咱这次来的是什么 学习CKU的有关知识 哪来我用 如果真的CKU 梳了两个大毛腿的那两个 好看啊 是不是 那咱们得这么看 说咱手中的藏牢 要比它图片上的还要美 那我们就有意了 中国的藏牢还在中国人手里面 啊 你没有说 你说大哥猪猪抱怨 你说他这么这么的 他毕竟是外国人 中国人没有组织 没有这个平台 那我们是 拿来主义借鉴过来 吸纳优点 这个缺点啊 别抱怨 只有有啥子 才能逞下出尖子来 是不是 大伙儿怀疑啊 他的狗不好 他的狗不好 要想交易的源泉在于参信 我们照所有的华傲人 已经进步了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种全种样式的健康 更为深层次的 我们不懂 但我们学习 藏牢我定义为半兽半狗 CKO有关的这种规定 是符合狗的 这个一半的特征性 我们必须学习 这个半狗的状态 这种健康 把中国元素的 这种藏牢的出汗 这种性情和性格 加上去提炼出来 那我们就能逼了 别抱怨他那个是狗 他那个是狗是好事 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做出来 接完这个裁判 他看的是这么大的小藏狗 咱们把大藏狗给牵上来 哎呀 他肯定 交易的源泉老外能买我们的狗 是因为他缺 他不缺不可能买的 加入CKO往国外走狗 那我也接着过很多老伴 定他上我来去 到那一看 他也是条华丽的 为什么 他没有 谁都不会喜欢 铁包炎的 是不是 美永远是我们玩耀人追求的 但是 内在的秉性和气质 是我们应该保留的 以后玩藏老拼什么 外在的华美 藏老所独有的那种气质和味道 牵出来 霸眼社会办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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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的藏老比熊猫还珍贵 你的中国方法 应该找陈总的藏老 都能够买钱 小来市场 一大回头 你们才是最大的用家 我对这个藏老的这个 情侶简单一直都没有放弃 做到自己问心无愧 就是来保护这个品牌 中国的藏老还在中国人手里面 坚持我们中国有特色的藏老 你到你去为了 你还是养老 你还是管理老 要不学习 要不被淘汰 不弄钱都可以匹配 做那种世界的冠军 那我们手上有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不做更好的东西 大毛腿上来的那个词物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种词物 那种很大的很胖的 我觉得这个藏老其实是废话 藏老圈最缺的是 缺的是知识物 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努力 把藏老的电话说 藏老啊 一定要接底气 我不管他这么讲 我只知道 结构 健康 敌气 大花鸡血 弄灵 佩洋干磊 谁弄得好全 我愿意